這一集也趕緊來關心的是俄武戰爭的最新戰況 俄軍3月21日對基輔發動了這一場 自2月以來最大的飛彈攻擊 一共是發射了總共達到了31枚的飛彈攻擊 當中包含了畫面上你看到 一枚是來自於伊斯坎德爾M 再來一枚是在KH-47M2秘首 還有兩款極音速飛彈 以及29枚KH-101巡弋飛彈等等 發射時機點這麼剛好 正好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訪問基輔的幾個小時之後 那富比士雜誌我們來看到他怎麼說呢 他說俄羅斯這一波空襲基輔總成本 達到了至少3.9億美元 但是我們來看到 其實俄羅斯的野心不只是如此 望向基輔還揚言 這一集我們要來看到是會反制法國 他說我們正在計畫向巴黎 來發射核彈的可能性 發生機率高嗎 這一集專家一次做解析 首先先請教鄭東老師如何看 你看這個經費這麼高 達到3.9億美元發動空襲 是單純要向白宮蘇利文來示威嗎 還是他有其他的政治戰略的一些考量 老師怎麼看 首先因為這個剛好是在普丁連任之後 所以這當然是一種秀肌肉了 第二個當然就是告訴俄羅斯國內的民眾說 美國俄羅斯有決心有能力可以阻擋任何西方國家去支援烏克蘭 所以他一定可以在這個戰場上獲勝 所以這個當然你要從宣傳的角度來看 這個花費就可以去理解了 那當然其實他也有一個大的背景是什麼 就是他要向國際社會展示說 在經過兩年的這種所謂的烏烏戰爭之後 普丁連任了 但是美國到現在為止他的援助烏克蘭的經費 他的預算還沒有通過 所以他就要展現給世界看說 一個強大的俄羅斯跟一個軟弱的美國 所以你看他其實這些都有他很深層的這個政治意涵 是 那积蓄請教 總委老師你怎麼看 剛剛說強大的俄羅斯跟這個比較弱的美國 我們看到俄羅斯他這次持續的擴軍 然後他的這個國防部長還說了一些話 他特別提到說 將會在今年年底前增建兩個新的集團軍 30個戰鬥編隊 然後他說包括了14個獅 16個旅 然後他還要量產軍火 軍火的部分帶大家看到這個面板 生產了3000公斤級FAB3000華翔炸彈 並且還有這些是華翔炸彈的生產量 FAB500還有FAB150等華翔炸彈等等 我們看到數字都翻倍 那這些華翔炸彈預估 射程可以達到了60到70公里 巨大的這個炸藥量 可以徹底的摧毀烏均的一個陣地 好 我是特別請教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他現在又提升了 他的軍火又擴軍 能夠擊退烏克蘭跟西方嗎 我覺得如果以俄軍現在 這場戰已經打了兩年多 這樣子看起來 我覺得他要完全把烏克蘭拿下來的 可能性還是非常的低 但是他在姿態上 就像普丁剛當選總統之後 他說現在是離第三次世界大戰最近的時刻 那也就是說在對俄羅斯來講 現在西方的這些結盟某種程度 對它產生巨大的壓力 但是你可以看2023年整年的 這個俄羅斯的GDP成長 仍然保持3% 也就是說在這場戰火下面 國際社會在制裁它 看起來好像對它的經濟打擊 並沒有造成非常大嚴重的這個效果 但是西方會不會因此就放棄 我認為不會 我們看3月初這個拜登的 這個國情資吻裡面特別強調了 就是對於烏克蘭支持的這個重要性 美國不會退縮 那美國居然有這個宣示 加上北約 北約裡面對於支持烏克蘭 的確有一些分歧 但是北約的這個大國 像是法國 像是德國 德國是除了美國之外 這個援助烏克蘭武器最多的國家 而法國現在甚至在考慮 要直接出兵 派駐在烏克蘭 所以我覺得就整個西方 西方陣營看起來 大家並沒有這個小觸 俄羅斯的這種侵略性或擴張性 所以西方認為這個地方 不能夠示軟 否則俄羅斯未來會於取於求 所以我覺得儘管普丁 不斷的在拉高他的聲調 還有他的準備 但是我認為西方 也會有相應的準備 好 接下來這個法國的部分 會跟俄羅斯做哪一些 做哪一些辭職的軍援 烏克蘭的動作 我們等一下請卓振東老師 來持續幫我們看 先來講到剛剛我們說 俄羅斯他不斷的加大 他的一個軍火的生產 這當中也包括了華翔炸彈 特別請教總編 這個華翔炸彈 它具有什麼樣的功能 能夠打破前線的戰地僵局嗎 其實這華翔炸彈是俄羅斯 針對俄軍打了兩年多戰場的經驗累積 他發現這個武器非常有用 這個簡單來講就戰鬥民族典型的特色 簡單 粗暴 便宜 破壞威力大 特別是針對像巴赫穆特 阿富迪夫卡這種要塞化的這種攻勢 我們看過去俄軍空天軍 它的戰鬥機 經常搭載這種華翔的重磅炸彈 把烏克烏軍的這些要塞 包括混凝土 甚至地下的攻勢 其實有效的摧毀 這些地下化的攻勢 其實對於一般的重炮 其實都有抵抗能力 尤其是我們看這種8吋流這種重炮 它的一枚炮彈大概2 30公斤 這個彈頭 但你看這個FAB系列 有500公斤 有1000公斤 1000公斤一噸 還有3000公斤 我為大家做一個比較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強 比如說俄軍的伊斯坦德爾 這個戰術地對機飛彈 它的戰鬥部重量多大 大概是500到700公斤 500到700公斤 跟航空炸彈3000公斤的相比 等於是小物件大物 即使是KH-101這種巡弋飛彈 它的重量 彈頭重量大概400公斤 因此跟這個簡單粗暴 滑翔炸彈相比 這個威力真是小物件大物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這些滑翔炸彈非常的便宜 它不需要很機密的導引系統 一顆剛才講的飛彈 可能可以造可能10顆20顆 這種滑翔的重磅炸彈 它的成本其實可以發現 它的這個對比的話 差異非常的大 因此對於俄軍來講 我生產這些炸彈 這個又便宜 又可以大量的生產 而且最重要就是戰場有效 而且它可以有效降低 俄軍戰機在攻擊的時候 它的受到防空飛彈擊落的風險 可以大幅降低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滑翔炸彈 可以在目標範圍之外 可能50到70公里以外就發射 因此對於烏軍的像短程的 或低空的防空飛彈 對這些戰風機其實莫可奈何 也因此這種炸彈廣泛使用以後 對於俄軍來講 它就戰場有不對稱的優勢 避過大部分烏軍防空系統的攔截 而且最重要它是有效 威力大 因此烏軍過去來在諸多的戰場 相繼這些要塞紛紛失線 正代表這樣的武器 確實在戰場非常的有效 好 謝謝總編 那針對這一場烏二戰爭 我們持續來看到 法俄可能會因此真的打起來嗎 先前大家還記得嗎 法國總統馬克宏曾經多次說 他要出兵來援助烏克蘭 但是現在消息是被證實了嗎 這是來自二方 他傳出說法國真的要出兵 那講這句話的是 這個俄羅斯的情報局長 這一位我們畫面上看到的是 納軍什金 他特別說法國的軍方 將會向烏克蘭派出 達到2000名的軍人組成的特遣隊 那俄羅斯將會全力打擊法國部隊 來做反制 好 俄羅斯說了 法國將會派兵 那俄方是真的掌握到情資 還是只是放放風聲 蘇老師 前一陣子這個經濟學人 英國的經濟學人有一篇報導 專門談說 現在全世界都要關注俄羅斯的間諜 其實你看俄羅斯的間諜 還真是蠻厲害的 那之前就是透露了 放出來就是德國的高階將領 跟德國總理開會的情況 然後現在又放出了法國的消息 說有2000人的法國部隊要送到烏克蘭去 其實還有一個事情是什麼 就是他放出來說 中國大陸的特使李輝到烏克蘭去訪問的時候 跟烏克蘭的外長也出現了一些口語的爭執 所以你看俄羅斯的情報網還真是蠻厲害的 好 那不管如果回到現在法國講的這個事情 為什麼俄羅斯要放出這個消息呢 其實當然因為也看到了法國的確 馬克宏最近的確是說他不排除要派遣部隊去 而且他完全沒有退讓 那俄羅斯這時候放出這個消息 其實就是要嘗試去瓦解法國內部對馬克宏的支持 因為馬克宏這個主張出來 其實在法國內部是有很多不同的聲音的 而且馬克宏的這個主張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特別強調這件事情呢 主要是因為法國的這個今年6月即將要進行的是這個歐洲議會的選舉 那馬克宏現在最大的對手就是這個所謂的國民陣線 勒鵬他所領導的這個國民陣線 現在被認為是在法國這個最有實力的一個政黨 那所以馬克宏就變成跟他競賽說看誰比較右 可是其實法國國內對於要不要派兵到烏克蘭這件事情 如果是派戰鬥部隊有百分之七十幾 七十幾的人是反對的 那有百分之五十多的人是贊成派非戰鬥人員去 所以說他 武器而已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就是說他這個時候釋放這個消息是什麼 就告訴你說就是要讓法國國內那些人反對馬克宏的 特別是反對派戰鬥部隊去烏克蘭的人 這個時候能夠站出來 所以為了政治上的考量做了一些布局 那法國是否可能真的出兵其實還不知道 接下來還要持續的觀察 但是俄羅斯的方面有了最新回應 我們看到的是俄羅斯的國會這個國家杜馬的副議長 3月21直接公開恐嚇說 我們正在計畫向巴黎發射核彈的可能性 這話出來之後法國國防部也有動作 3月23日這一天我們看到他是以標封戰鬥機 首次試售了一枚ASMPA空對地飛彈 這款飛彈大家說這個來頭不小 是法國航空航天公司開發的超音速的核子巡弋飛彈 在法國的核武器當中是這個全面核報復行動前 最終 最終警告的武器 特別請教準偉老師你怎麼看 現在惡法的關係發展到今年已經持續的惡化 雙方只能透過來秀秀軍武來嚇嚇對方嗎 我覺得今年惡法會不好 我個人認為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今年在2月24號的時候 其實這個媒體有披露出來 就是在俄羅斯有收買大量法國政府的政治人物 然後法國的記者還有公務員 造成了法國的情報大量的外洩 這個消息是從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報部門 他們公開解密之後流出來的 我覺得任何的國家發現 你在我的國家裡面有情報的部件 非常嚴重的時候 其實這兩國的關係都不會太好 第二個 最近美國的選舉 因為拜登的聲勢 其實很看好 就是在11月份很有可能拜登 Sorry 那個川普的這個聲勢很看好 那很有可能川普在11月 也許又重回執政 但是大家記得川普在執政的過程裡面 是拋棄盟友的 是不介入北約 希望北約自己負自己的責任 所以我覺得德國 法國 這些國家應該有嗅到味道 就是萬一這個川普回來的話 他們可能要自己負擔 這個對於烏克蘭的支柱 所以與其如此 等著美國11月的變局 我不如先秀出來 我對烏克蘭支持 所以你看法國最近跟烏克蘭 簽了一個軍事合作協議 10年 而且國會也通過了 然後法國撥了30億歐元的 特別援助計畫 要把這個錢支柱烏克蘭 我覺得法國在展現一種 就是北約自己 就是要展現出一種信念 我們必須要協助烏克蘭抵禦 然後一方面 剛才朱老師講的 國內選舉的考量之外 我認為在國際因素裡面 其實它也考量到 未來的美國的選舉的變化 至於最後雙方會不會用核彈 因為法國也是個永和國家 我們在國際關係裡面 好像還找不到 有兩個永和國家 曾經發生大規模戰爭的潛力 所以我覺得雙方應該都只是在 威嚇跟犯滑 嚇嚇對方 真的打起來的可能性 還是非常低的 比較低勢 是 好 我們繼續請教總編如何看 我們剛剛也提到的這款飛彈 法國拿出來嚇嚇對方的 這個是ASMP飛彈 我們來看到它的打擊力 到底有多強 ASMP是法國空軍一種核武器 之前是用於換向2000N 但這個飛機在2018年除以後 其實現在由標封戰機來搭載 基本上法國空軍目前擁有 這型飛彈大概四十幾枚 這型飛彈它大概最大射程 如果是比較高空層的時候發射 大概最大射程700公里 如果是低空滲透攻擊 它的最大射程大概不到200公里 總體來講 這樣型的武器 對於整個在目前核武庫裡面 並非一個大殺器 更多它像是一種戰術性的 這種核武這樣的一個形態 而且映照俄羅斯軍方 其實它這一類武器多得很 比如說剛才我們在講到 俄羅斯戰爭裡面用的KH-101 或者像伊斯坎德爾 或者匕首 他們都可以搭載 可能威力更強的核彈頭 因此就對應俄羅斯和法國的核武庫 雙方的武器配備來講 ASMPA應對俄軍的武器 事實上不佔上風 而且這也是事實上 我們再為大家科普一下 法國原來在冷戰的時候 它是三位一體 也就是空機 海機 陸機 它都有核武 但冷戰結束以後 它規模大幅縮小 目前陸機核武已經沒有 目前只剩下海機的四艘 彈道飛彈潛艇 每艘可以搭載16枚核子 這個洲際飛彈 此外就是空軍所配備的ASMPA 目前只剩下海軍和空軍 擁有核武力了 是 謝謝 謝謝紀文總編的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動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